那这个地规神经网络啊 它其实上来说呢 把我们的传统神经网络啊 又进行了另外的一层改变 它的改变每项思义的那么大 在我们讲卷积神经网络当中的时候啊 是不是 它完整的一个方式啊 就是整个的网络架构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 但是呢 在我这个RN啊 这个地规神经网络当中 它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大啊 只是说 它往里加上了一些稍微的细节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是啊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传统的一个神经网络啊 这个PPT到时候还会上传上去的 这是我们传统的神经网络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基本结构啊 就是由这样的一些全联阶层组成在一起的 那我们现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数据啊 我现在有一批数据吧 我先有1号数据 然后我还有个2号数据 然后我还有个3号数据 对于我这三个数据来说啊 1号数据来了啊 前向传播反向传播 玩的是他自己的那一回事 2号数据来了呢 也是同样吧 3号数据来了还是一样 那我们说啊 就是 这个123这个数据啊 可能它是跟时间相关的 比如说1号数据表示 我早餐吃饭的时候一个状态 2号数据呢 表示午餐 3号数据表示晚餐 那好像来说啊 它是跟我一个人的一个 随时间变化相关的一个指标 那其实呢 在这里啊 它有一些潜在的联系 但是呢 在我的一个正常的神经网络看来啊 1号数据来了 玩他自己的 2号 3号 照样都玩他自己的 那这样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没有把这三个数据 给它联系在一起吧 单个数据 那就做他自己的一个事 每个数据来了 诶 是跟1号啊 有一个连接关系的吧 因为1号呢 不光啊 在他前一 不光在对他自身有影响 对他之后的可能发生事啊 也可能造成一切影响吧 比如说我现在说一句话啊 咱们今天讲RN 那可能啊 就是比如说我说 咱们今天 那可能是一个前一车链的 我说咱们今天来讲 来讲可能是一个后一时间的 我来讲啊 和咱们今天是有一定的连接关系的 所以说呢 我的一个地规神经网络啊 也就是我的RN 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啊 就是怎么样 把我在这个时间上啊 一个前后的关系 给它再联系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RN 要做的一件事 那它怎么去做这样一件事呢 咱们先来看 它的一个层次结构啊 在它的层次结构当中啊 首先还是我们的输入层 我的隐层 我的输出层 看起来我的层和层之间 没有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吧 没有加入新的一层 只不过说呢 我们来看右边啊 右边这里 我们加上了一个东西吧 加上了一个什么啊 好像来说 加上了一个循环的一个箭头 那这个地规神经网络啊 它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我们想啊 就是说 中间这个神经元 正常情况下是什么 正常情况下 我说 它是把我输入的一个特征 进行了一种组合吧 那现在啊 好比来说 我现在有一个时间点啊 然后我时间点当中啊 就有两个时间片段吧 一个是1 一个是2 那1号这个数据 先来了啊 先走一遍 在走一遍的时候啊 是不是到中间的 这个嗨顿层之后啊 它在中间这个层 要进行一个特征的组合啊 组合完之后呢 然后它要达到一个输出结果吧 那比如说 现在我组合完了之后啊 我得到了中间的一个特征 它是一个H1 这个H1有什么用呢 在我当前的啊 比如说1号这个数据来之后 在当前这个阶段看起来 好像来说没有什么用吧 那咱们接着来看 现在假如说 我的一个输入不是1号数据了啊 1号数据走完了 我该走2号数据了 2号数据来之后啊 它还是往网络当中 往里进去了 进去之后我们来看 中间的这个黑色的 中间的隐层当中啊 它有几个输入啊 原来好像这个H1啊 原来就是1号数据来的时候 我们说啊 像传统时间网络一样 它就有它自己 但是呢 在我后一阶段的一个数据来之后 它就不是光有它自己了 而是说在这里啊 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输入是2号数据 它本身吧 这个2号啊 照样可以输到我们隐层当中来 还有个什么啊 我们前一层的一个结果 H1是什么 H1是我1号数据拿过来之后 一个中间隐层的结果啊 那现在我要做一件什么事啊 我把当前的第二阶段的这个数据 和前一阶段 1号数据的一个特征数据 因为H1是什么 H1是 1号数据经过完转换之后的一个中间变量吧 相当于是一个中间特征 H1加上我的2号数据 重新的再输到我的隐层当中来 也就是说 在二人的网络结构当中啊 后一阶段输入的就不光是当前啊 当下它的一个数据 还有包括前一阶段给我产生的一个中间值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在这里 我二数据来了 不光它自身对我结果有影响 前一阶段也会对我的结果有影响 因为在这里 我的输入是有两个了 一个是H1 一个是我当前这阶段的一个输入 那最终呢 打出来还是要得到一个结果吧 那最终输出的得果 是不是说 跟当前阶段有关 跟前一阶段也有关了 那这个是我第二个数据 假设说呀 我还有一个三号数据怎么办呢 三号数据呀 又来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吧 老三来的时候啊 这块由H1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一个H2吧 那这个H2表示什么 H2它只表示2 就是H2它只表示咱们第二个数据 它的一个就是隐含的一些信息吗 好像不是吧 它要包含2和1 为什么 因为咱们H2里边包含了那个H1啊 所以说三号数据来了 它隐层输的这个H2 相当于是 既包含了一号数据的一些特征 又包含了二号数据的一些特征 这个就是我低规网络 从整体而来说啊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有着这样一件事之后啊 咱们来想啊 就是我的一个低规神经网络 多了什么 多了一个隐层吧 所以说呢 当我在进行一个求解的时候 求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吧 我们要求解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一下腾起结构吧 然后咱们再来说求解这个事 加上说啊 这是我的一个X啊 然后呢 把我的X啊 它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跟时间相关的一个序列 其实啊 不光是一个时间相关的 我们也可以把一个图像数据拿过来啊 比如说咱们之前那个minit数据集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784个相组点吧 但你784个相组点拉长了 也不就是一个相组点挨着一个相组点的吗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们这个输入没给限制词啊 只要是它是一个序列的 这个序列之间呢 它是有一个前后关系的 我们就能够用啊 这个RN地规神经网络 然后呢 为了让咱们这个事啊 看起来更清晰一些 在这块呢 我又写了这样一个等号 相当于啊 把我左边网络啊 进行分解成一个一个模块 首先呢 当前我的一个X0进来了 X0进来之后啊 走过了这个网络 得到当前的输出H0 然后呢 X1来之后啊 我们来看 这块有什么啊 这块有一个H1吧 也就是相当于前一阶段啊 这是H0吧 前一阶段啊 输出中间给我来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组合完之后啊 得到了一个H1 然后右边呢 X2一直到XT 来之后 都要跟前面的一个经组合吧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想啊 这块是一个HT-1吧 那这个HT-1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之前 这所有隐含的一些信息吧 那这个隐含信息 到底指什么呢 这个咱们很难去评判 由神经网络啊 自动的进行组合啊 它组合出来什么样的信息 咱们就拿出来什么样的信息 就可以了 最终呢 我们要最终要什么 最终要这个HT吧 其实啊 说白了 比如说咱们那 还是那个命内税集啊 你这一个像素点 一个像素点输出来之后 我最终是想得到什么 当最后的一个像素点 输出来之后 我想得出来 它是一个0123456789 哪个值的一个概率最大吧 所以呢 通常啊 我们最关注的 只是最终的一个输出 中间的一个输出值啊 一般情况下 对我们来说 不是那么重要啊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 最后一步的输出 最后的一步输出啊 包含了前面所有步传啊 所有过程的一个 总的一个信息的总和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架构啊 然后在数学上 怎么样进行一个表达 其实啊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就是按照我之前 给大家说的这个流程啊 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 那它的一个反向传播 是长什么样子啊 嗯 它的一个反向传播啊 稍微特别一些 我们来看 比如说啊 我就是现在画的箭头啊 是它的一个前向传播 那反向传播来说啊 比如说从最后一层开始吧 当它往下传的时候 这就完事了吗 只传到它的一个输入 它的自身吗 还不是的 隐层照样要进行一个传播 也就是说啊 我们在这块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结果来之后 然后算落字值 然后更新的时候 它会一步一步的往前传 只要能走 它就会一直走下去啊 直到走到我们最终的一个 走不走完了啊 它就停止下来了 这就是啊 我的一个R网络啊 从它的一个反向传播 来说啊 它是怎么样做 这样一个更新的 然后呢 它的一个其他的部件啊 跟我们之前讲 神经网络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啊 XT啊 表示这种每个阶段的一个输入 比如说 咱们这种输入啊 可可以很多啊 时间续列的 比较简单 或者说 我说一句话 你说的一句话当中啊 你给它进行一个分词 比如说 我一会儿咱们要做一例子 就包含这个东西 比如说 我说我今天啊 打 啊 球 这就是我的一句话 打球可能不应该分开啊 咱们先给它分开去写 那XT是什么 XT-1 就是我的一个我 然后呢 这块是一个今天 这块是一个打 然后想预测什么 我想预测一下 就是我告诉他了 我前三 前三个值 我今天打 然后我让他预测一下 我今天打 要打什么 也就是 我想预测一下 球是下一个值 出现的一个概率 是多大啊 这个就是 我这个低规圣经网络啊 它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 低规圣经网络啊 应用在什么 主要应用在咱们这个 自然预测处理当中啊 咱们之前 花一些课给大家讲过 那个CN吧 CN主要用在哪啊 主要用在咱们图像上 也就是咱们的神经网络啊 现在两大主流吧 一个是计算机视觉 一个是自然预测处理 在自然预测处理当中啊 我们是用这个RN 是更多一些的 因为呢 它会记住啊 前一支端的一个值 因为咱们自然预测处理 因为咱们的自然预测处理 因为咱们的自然预测处理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前后的依存关系的 然后呢 这些比较简单 概述一下吧 就是我们隐层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下面就是我的一个激活函数 也是照样去加的 跟咱们之前神经网络一样 最终我要得到一个输出吧 得到输出啊 其实来说 跟我CN差不多 在这个输出之前啊 比如说 咱们之前讲CN的时候 是不是说 我最终连的一个 SortMax钱嘛 它要的是什么 它要的就是一个特征嘛 那这一块 其实前面这一系列步骤啊 相当于什么 还是T特征嘛 这个神经网络啊 无论是从什么样角度去描述啊 中间做了一堆一堆的事 说白了 就是跟我们找什么样的特征 是最适合我们做 这样一个分类任务的 最后呢 我们连这样一个SortMax啊 之前大家说过的 这个SortMax啊 就可以帮我们去做 这样一个分类的任务了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是我的一个T2传播啊 刚才跟大家说的 就是 其实呢 就是比如说 在这个当前一个点来看吧 它要传的时候啊 就是 会沿着当前 只要能往下走 它就会一直走下去啊 这就是它的一个 传播的一个方式啊 当然估计大家 基本上用到这个东西 我们用TenzeFlow的时候啊 其实方便在哪啊 它把它这个内部啊 封装的非常好啊 我们只用去调 然后具体内部怎么求到啊 它都帮我们实现好了 其实这个求到啊 说啊 要是往复杂了说啊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因为通常我们设计到的 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值 而是一个矩阵求到 矩阵求到啊 计算难度就更大了一些了啊 咱们先不去管这个事儿 是什么 dont你会太行为了呢 为什么可能就嫌疑呢 我们下来就像这个言측 那与到这个呢 我也就是你的法定